雲林白天震風達到9級 強風把北港的巷弄燈會 將近40件花燈吹得東倒西歪散落在地 燈一濕緊急檢修並且利用鋼索加固 雖然花燈損壞不嚴重 但是擔心線路有受損 考量到安全的問題 決定今明兩天暫時不開燈 直到檢修完畢 大年初三寒流來襲伴隨大風呼呼的吹 不少花燈不提強風接連青島 有的還被吹到散落在地上 就連掛在半空中的燈籠 也被風吹得作搖又晃 我明明是四横燈還是風頭 頭到還沒站不住 整個窗戶都一直在搖動 感覺比颱風的陣風還大 遠臨北港的巷弄燈會 超過百年歷史紀念主燈 已金魚作為設計主軸 象徵金魚滿堂 民眾還能跟著花燈體驗 在地歷史建築與巷弄特色 沒想到18號才點燈 還不到一個禮拜 卻遭強風搞破壞 30、40件牆跑不掉 有些是倒啦 有些是踏扁啦 由於北港未居海線 加上燈會舉辦地點屬於 古蹟河工有建築用地 不能打釘 儘管花燈外觀損壞不大 但就怕線路有受損 考量安全 決定2425兩天 站不開燈 目前光是收復損壞的花燈 還有加固工作就得花上兩天時間 槍戰也預估25號強風就會減弱 民眾想看每每花燈還得再等等 借過正義雲林 差不多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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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